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要提高嗎 還是說怎麼樣 公園裡的婦人突然抓狂 對著陌生女子全打腳踢 警方獲報立刻趕到現場 你們如果有受傷的部分 我建議你們還是提前張 以防之後你們突然要提高 怎麼突然情緒大失控 原來動手的婦人 只因看不慣女生穿迷你裙 就出手攻擊 被打的女子嚇到快哭出來 她自己看起來 就有點奇怪的人 不知道是什麼事 後來那個女生要跑到那邊 也是一樣同樣的台詞 也是這樣子講 被害女子還原過程 說21號早上10點多 跟朋友來榮幸花園 打算散步運動 經過一名婦人身邊 卻無緣無故遭到大吼小叫 當時遭歐的女子呢 就是穿著像這樣的短裙在公園 沒想到呢 就被一名陌生女子隨機攻擊 甚至大罵她不檢點 讓她實在快要嚇壞 女子只因自己穿著 細肩戴上衣還有短裙 就被陌生婦人大罵 頭髮甚至遭到拉扯 臉跟肩膀被打得都是傷 朋友在一旁為了勸架 頭髮也被亂扯一通 女子訪問婦人為何亂打人 她卻回你長得像我 失散多年的女兒 我不允許我女兒 穿那麼短的裙子 才情緒大失控 被害女子嚇壞 心想萬一對方手裡拿著刀 那該怎麼辦 她就已經坐在那邊一直哭啊 一個朋友就從那邊過來找她 一個男警察跟一個女警察 在跟她的朋友講 講蠻久的 動手的婦人有表達歉意 但不管怎樣 動手就是不對 現在被打的女子決定提告 畢竟好好的在公園散步 卻因為穿著被隨機攻擊 全身都是傷 聲音中恐怕已經留下陰影 明星新聞 馬進的劉日綺 台北採訪報導